Hello 各位好 我是副導演者Dennis 有一次朋友問 出去拍正檢相動100-200元 也挺貴 究竟可否在家裡拍到正檢相 家裡有地方窄 怎麼搞呢 今天我簡單介紹最簡單的打燈方法給大家聽 平時出去拍正檢相 很多時都會發覺 拍人會沒有陰影 用一閃燈 如果太近牆就會有陰影 若你是捨得投資 例如拍其他東西 買兩支簡單很便宜的100多元的影樓燈 基本上都可以做得到這個效果 最簡單的打燈方法就是八字 我叫做八字 兩眼燈 主要是交叉地打到正檢相 如果你有底色紙可以貼底色紙 如果有白色牆也沒問題 就有白色牆 看看你晚上拍還是日頭拍 其實盡量來說 主要是靠這兩個光源 最好環境的光 例如屋內的燈 外面的陽光 都可以下窗簾 打走陰影 八字燈是否可以 基本上是可以的 只要放得很近便可以 當然 根據環境有多窄 好像很窄 都要放得很近 如果有背景 正常來說 真是影樓 基本上還會有一眼 叫做backlight的東西 打後面做一些發光的東西 但如果這個地方那麼窄 我們又怎樣做呢 我們就會在這裏 後面的牆上加一個燈箱 射上去打走影 這是比較少人的做法 會這樣做的 不過如果地方很有限的話 這部做法也無可厚非 一定會這樣做 待會你會示範 轉眼間來到拍攝現場 大家看到了 八字燈基本上是打走影 還有一項要留意 關於燈 當然有閃燈牆 即是用電子triggers去閃 即是傳統的閃燈 現在有一些叫做長著的 插一些影樓燈的光管長著的 這兩樣都有的 有一項要留意 就是關於燈泡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當如燈泡的 其實它也有壽命 其實你會發覺它是越用得久 就會偏向暗一點 所以說如果我有四眼燈是去年買的 有四眼燈是今年買的 可能你會發覺今年買的四眼燈會亮一點 光到去年那四眼燈 可能打平衡 有眼燈暗一點要打前一點 有眼燈新買就要打後一點 儘量令到左右人面的顏色均勻 就是這樣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在這裏特別名借我朋友 皮都娘當中無特兒 讓我拍Headshot給大家看 其實拍完Headshot之後 我還會把照片 在數目黑房調教一下 大家不妨有興趣 可以去我的Part2看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希望大家按個讚和按鈴鐺 支持鼓勵一下我 多謝各位